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我们的木兰茨已经背得很好了 耶 子季硬背可不行 要读懂这个步骤 花木兰 鸡鸡腹鸡鸡 木兰刚护枝 不闻鸡柱身 维闻女叹息 木兰你怎么了 刚才拆官到我们家来了 突厥王领兵入侵 特奉元帅之命 征集各地一民 从军御敌 我父亲已经年老 上不了战场 姑娘 军书十二卷 卷卷都你父亲的名字 志愿 如果你父亲年老 那就儿子代替 父亲年老体弱多病 又没有大的儿子可以代替从军 其实抵御外敌我也有责任 可是女子从军 军书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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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红献切入侮 不得迟悟 不得迟悟 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也隐瞒我 木兰木会 帮我准备东西 父亲 你不能去 你年纪大了 又在生病 边关告急 我是老军官 上阵杀敌 义不容辞 父亲 木兰月 代父从军 不行 你个女孩子 进军营怎么可以 打打杀杀 居无定所 有危险 又不方便 不行 木兰年纪这么小 总不能让他去吧 木兰从小跟随父亲习武 刀枪棍棒鞋熟 正好可以保家卫民 木兰 你的武艺 我不担心 就是怕你 一个女子 进了军营 父亲 您稍等 我 您稍等 赶紧 一只 乌龙 一只 为了 要 您稍等 一只 母亲 不可以保家卫民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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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只 一只 其余的安民 父亲就支持你 木兰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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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女扮男装 定听弟弟花木帝的名字 代父从君 我也要去 等你长大再说吧 打起仗 就是我们男人上前线 女人们留在家 安享清福 苦活累活 拼死拼活 都是咱们男人的事 地狱外敌 就是战死沙场 也是光荣的 妇女们在后方 为我们提供衣食所需 也很辛苦 并不是享清福 这位壮士 居然为女人说话 花木帝 在 本帅 想看看你的武艺 是 武艺不错 编入军中 报 敌军阵前讨战 准备引敌 津沙场 杀 杀 词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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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 杀 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势必空虚 我同时率领兵马 一举奸裂 元帅 花木帝自从军以来 离家已有十二年 恳请元帅 遵我回乡 既然 归先四季 那本帅 就不勉强 魏王姐姐又开始之步了 好像来客人了 令郎花木帝贫夕有功 圣上降职 进封为贫夕大将军 这 花木兰啊花木兰 童馨十二年 不知道你是女郎